那么我刚刚特别提到了 你全世界都在觉得什么抗中反中啊 觉得不要降低对中国大陆的依赖 可是事实上好像办不到 比如说欧洲的部分 欧洲呢就一直觉得说 因为中国大陆这个防疫的问题 动态清零这个政治目标 放在经济目标之上 所以他们觉得有点削弱 投资中国大陆的一个信心 那但是你会发现说不对啊 我们一些数字摊在眼前 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今年1到7月 大陆的电热毯 销到欧洲销得很好好不好 对欧盟的出口量大幅增长了97% 接下来冬天快来 他们说这个数字绝对还会惊人的往上增加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你这个口闲体正值一点都没错吧 对不对 你欧洲一边跟我说 我对大陆的投资上失信心 可是另外一方面明明看到 你对中国的投资 其实数字告诉我 是与日俱增的 那除了欧洲之外 其实日本我们看到也是啊 一样好不好 一样 它还是一样 这个丰田 Toyota系列的第二款的这个量产车型 一样啊 要进入中国上市了 所以其实嘴巴说的是一套 但是呢 这个行动骗不了人 谁会跟钱过不去 委员 市场在哪里 订单在哪里 订单在哪里 营业收入在哪里 营业收入在哪里 利润在哪里 所以新疆被打得这么 说得这么难听 VMW说 对不起啊 我要在新疆去扩点 然后特斯拉的老板马斯克 动不动也会说两句这个那个 可是新疆要不要设办事处 他说我要 对不对 还有大陆叫光伏产业 就是发光伏特的意思 光电产业 我们台湾叫光电产业 这个哪里最大 新疆啊 那中国为什么这个电热坛 这个欧洲销得很大 因为欧洲冬天来 这个室内的这个暖气会下降了 所以室内的暖气 逐渐的没有办法使用的时候 那相对的需要发热的能量 比较少的电坛就成了必需品 所以为什么要去买电坛 就发现了 全世界电坛生产量品质最好的在哪里 找来找去对不起 顺风中讲了中国大陆 他生产最好啊 所以你只能跟他买啊 这个是因为你没有天然气 没有这个电热的一个系统 都要降低了 人洗澡一个礼拜能洗几次了 所以替代品就是什么 就是电坛嘛 那你电坛要这么大供应量的时候 那请问电坛需要很多的零组件 电坛不是生下的电坛呢 他有电线啊 这个那个有很多也要跟欧洲买啊 所以请问你欧洲人看在眼里面 这个商机可以丢吗 这很简单嘛 商机可以丢吗 好吧 难道你说 我本来就是在做这个运送电坛 或者运送中国大陆货品的 我是弄船的 我是弄货运飞机的 你说我德国这个Lufthansa 最有名的航空公司 你说那我不都买个飞机来装这个来运吗 撒蛋怎么可能啊 对 所以这个时候对欧洲 对中国大陆的投资啊 他就会怎么样 会加大 所以事实上再加大 但加大他有两个考虑 第一个怕说中美怎么搞的 会不会有点问题啊 他很多欧洲公司本来是直接投资 然后因为中欧投资协议没有弄好 他偷偷摸摸就在香港登记 从香港进去 所以变成说 你会看到什么 什么香港对大陆的投资 突然增加那么多 那有人说 哎呀那是大陆的海外公司 自己投资透过香港 神经病 你大陆公司还要绕一手干什么 对不对不需要嘛 因为港互通啊弄老办那不需要 很多的欧洲美国公司学乖了 他怕什么 怕被这个美国的政客钉啊 你投资中国大陆 你投资中国 他说没有我投资香港 他就转一手嘛 你这个时候也不可能去骂香港嘛 对不对 然后香港 因为美国公司在香港的集散地 美国的银行 美国一年在香港赚多少钱啊 他怎么可能放弃香港呢 所以他只要用香港作为一个借口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说 今年到现在 中国大陆直接的这个海外投资 那比例快速上升 而且是香港的比例上升 然后在欧洲的比例 没有上升那么大的幅度 那欧洲人就解释 哎呀我们欧洲不投资啊 神经病 你不看看那香港投资是谁 香港投资难道都是台湾人投资吗 不是 当然台湾人通过香港投资是很正常的啦 所以欧洲人美国人都从香港去投资嘛 所以整体来讲 中国大陆因为它市场债订单债 最重要的称之中国大陆的经济 就是一个很重要原因 别人学不来 学也学不来 中国大陆储蓄力到今天为止 全世界最高了 四成多 这个储蓄力就代表购买力嘛 就说我每一年赚的钱 有很多钱没有拿出来花 那这四成的这个储蓄力 你多个一层出来就不得了的 就排山到海啊 那看到这样子的话 你看看这个欧洲人的储蓄力多少 12%还有8%还有4% 我老天爷 你怎么敢在那边大力设厂生产 你当然不敢嘛 所以现在全世界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现在经济非常不好 高端奢侈品 完全只要出货就买光 出货就买光 什么LV的啦 你们女生最知道 香奶油的包包 全世界缺货 为什么 因为中国大陆排队的人 是已经排到了天安门外面去了 大妈 对啊 大妈 很多是小姐 小姐 对 都排到他们去啊 所以订单都被锁光了啊 而且供应量又减少 订单又扩大 所以你要去买个东西 香港完全没有货 本来香港是最后面的集散地 现在香港完全没有 那你就很奇怪啊 不经济萧条吗 因为那个很多的大陆人把它当作一种 一种什么收藏品 那现在又有经济萧条 没事干买个好看的包包 在自己家里面 不能出去在家里看的也高兴 所以价格都飙涨 这种经济形态是美国人不能理解的 美国人基本上是没有储蓄的 美国人觉得我老了以后 反正有social security 社会安全系统 会给我什么什么东西 所以基本上很少有这么高的储蓄率 整个美国国家储蓄率 顶多在8% 10%放来放去 这种国家的那种 冲击性的消费率不会太大 但是现在只是等什么 等这个大陆什么时候宣告解封 像拜登一样很潇洒 哎呀我们现在 疫情结束了 疫情结束了 那这个大陆只要一宣布疫情 疫情一定会结束了 不可能撑那么久了 因为现在全世界死亡率也在降低 所以中国大陆更是如此 所以他只要在这个今年春节 明年春节这个宣布 这个解封的时候 那我告诉你 这些厂家这些企业家 他不为自己公司创造收入 那跟着拜登去反什么 抗中保欧啊 没那种事的 来看到中国大陆呢 其实也有一连串的动作 你要说是反制动作也可以 比如说呢来看到中国企业 争相逃离美国的商业房地产市场 好那一场大逃杀来了 这个大陆企业多年来呢 可以说是美国的这个豪华酒店办公 大楼和其他的商业房地产项目 最积极踊跃的买家之一 但他们现在正在争相退出 所以2019年出来 大陆企业已经卖出236亿美元的 美国商业地产 2013到2018年中国企业买入将近520亿美元的 美国商业地产 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了 这个中国大陆呢 当然就是以控制疫情为理由 所以大陆真的是全面性 大规模的取消了10月的雅思 还有托福的考试 你看发现了整个10月份的这个 雅思机构和纸笔考 已经是全面取消了 其他的各省市呢 也大范围的取消了托福啊 GRE这些考试 通通都取消 好那我先看到这边 我就请教委员 我就问啊 我就问就是说 现在中国大陆这一连串的举措啊 那么到底是中国脱美容易 还是美国脱中简单 就是我可以走自己的路啊 我根本不用管你 两边其实都不容易 都不容易啊 但是现在虽不容易也不得不做 你想想看啊 从中国的房地产的投资者 他会不会担心万一发生冲突 他在美国的房地产会被没收 为什么 俄罗斯摆在那边给你看啊 连游艇都没收了 何况你是饭店 所以想一想 虽然很赚钱的 当然要卖嘛 何况现在卖了美元换回人民币啊 汇率又涨啊 所以此时不换 不卖何时代卖 对啊 所以这个一定会找人来接手嘛 那这个里面美国的投资议长 就会中介会就会赚一大把嘛 但是即使这个时候 只要不太赔钱 很多的中国的这些企业 想一想 我还是卖吧 为什么 因为卖房地产毕竟不像 卖债券卖的股票那么容易 一丢第二天成交 第三天交割钱就拿走了 房地产搞不好还寻寻觅觅 找到谈判条件付款条件 很啰嗦的啊 所以已经有警觉了 其实不是现在 是俄乌战争一开始 很多这个俄罗斯的富豪 公司航号在海外房地产 他或者是其他的投资项目 他们觉得我跟政府无关啊 你怎么会没收我 政府去打乌克兰又不是我 但是这些 Uncle Section 他才不管你三七二十一 只要你是俄罗斯人 我就没收 这个实在是有点搞笑 这个超乎国际法 这个常理啊 范围很广啊 就是你不能去起诉 或者去控告一个 根本无关的人嘛 尤其是因为他跟普廷 吃了一顿饭 或见过一次面 拍一张照片 我老天啊 就找你算账 那有这种道理啊 所以说不通 那现在准备脱锅了 快走 他现在美元涨得高 赶快赚汇率 房地产赔一点没关系 因为准备脱锅了嘛 你怎么知道台湾海峡 哪一天不会发生碰撞 只要一剩下来 所有的股票全部跌 然后你会不会害怕 美国人扣到你的 你的股票跟房地产 所以赶快跑 所以如果有在美国上市的 能跑就跑 在美国买房地产的 能跑就跑 那我们台湾的不用跑 我们可以趁低去买一点 海黄鲍鱼干贝 E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GTI714 享有折扣哦